古装大剧果真是国产影视行业里的大热门,某酷热播的与君出相识,以两大顶流主演杀出重围,热度居高不下,额场的且是天下,更是有着稳居全网热度第一的势头,沉香如谢,改编自苏默的同名小说,讲述的是少年游侠唐州下山历练,意外结识少女颜旦,和其好友余默,三人结伴同行误入秘境, 单看简介的话,这部剧其实是有些俗套的,这样的壳子换到任何一部古装剧都说得过去,但从预告片中不难看出,这又是一部在玻璃渣里减堂的虐恋之作,编剧张渊昂也是编制过香蜜沉沉浸如霜,该剧迄今在豆瓣享有7.8分的好成绩,不难看出,张渊昂对于小说改编,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,这三位可以说是掌握住了半个古装剧行业的命脉,经验和专业能力, 都令人格外幸福,从预告来看,画质和特效质量都特别出彩,只要剧情够气和援助,绝对能够吸引到大批观众,全员颜值在线,实在太扬眼, 陈湘如蟹作为古偶剧最注重的就是演员的选择,毕竟观众已经是被2021年的古装丑男给吓怕了, 男女主定下的诚意和杨子可是不二之选,配角也是颜值不低,其一就是张瑞,他早期出演的《新环珠格格》,《花飞花物飞物》等剧,可都是大家的童年记忆, 第三位是饰演琳琅一绝的杨碧子,也是出演过《琉璃》、《雨军歌》等热门剧集,虽然戏份不是特别多,但是清秀可人的外貌确实较为吸睛, 在新剧中,应该也会带来精彩表演,第五位是男佩李星泽,不得不说,光看他的海报就是特别抢眼, 高满尾造型显得他极具气场,而且眼神凛冽,五官端着配合流畅的面部线条真是一绝, 看来,是要靠着该剧大出风头,总而言之,陈湘如蟹的剧情架构就非常丰满, 又集结了各大颜值不俗的演员,光是看脸都能让观众大爆眼福,看来该剧是极有可能大爆的, 针小鼠也没有闹能,当时咱们要开台金属, 尤其他人已经遗免了一钟的设。 两个月, cai民旧和海洋并 Мос de秀岁继, 我是核手指都是王佳 discourage事 butts。 但又是获语王 Pearson 现在是第五位。